今天我做了一个发面的口袋饼 这个饼特别的柔软 而且夹肉夹菜都可以 我用了300克面粉里面 放了3克酵母 拌沙白糖 用180克的温水 活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然后盖上保鲜膜 醒发两倍大 醒面的时候 我们来调个油酥 油酥就是面粉 盐 食用油的混合 我们把发好的面 移到面板上 揉面排气 然后分成6个面剂 取一个面剂 擀成皮 中间抹上油酥 像包包子一样 给它包好 整理一下 用擀面杖 给它擀一擀 弄好以后 再醒面10分钟 醒好以后 直接垫饼成 上锅烙 两面都刷一点油 一面烙手 烙另一面 是不是看会了 关注我每天做好吃的 学会做给家人吃 我在口袋里放了土豆丝 看着想吃吗 可好吃